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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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首歌就是给了我老爸 桑枝玛传手 桑枝玛传手 朱枝玛传手 一桃 一桃 莫出天 想不察生人情 我会在你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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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实这个哭点还蛮不容易哭的一个人的 那我刚刚也不知道为什么 之前唱过这首歌 就是在录音室里面唱也好 也都没有那样子的一种情绪 哽咽啊 或者说流眼泪啊 那刚刚不知道为什么 在讲这首歌的时候 就控制不住了 那时候我一直在 我一个画面是想说 我爸的脸 我爸的脸一定在想说 儿子你 你不要哭哦 因为我爸哭脸其实也很高 不容易哭的一个人的 然后我想说 我爸一定想要说 你不要哭 你把歌好好唱好 那我说我很坚 那时候我想说 好我一定要好好地把这首歌唱好 要让我爸觉得丢脸 所以就尽量想着一个 很快乐的一个 我老爸的一个笑容 然后让我把这首歌唱完 然后讲到这个其实 很多人后面也有问到 就是陶子你 你之后也没有常常梦到陶爸 其实我梦到我 我梦到我爸 我所记得只有三次 那三次很妙的 他都是在笑 他都是非常开心 然后我妈梦到我爸 比我梦到的更多次 然后我问 我每次问我妈 我说我爸爸都在干嘛 他说他都在骂我 都在骂他 所以我觉得留下的是一个非常开心 然后充满笑容的一个老爸 我觉得那个是值得开心的 也觉得也让我非常安心 刚刚说两首歌 两首台语歌 那一首 一首台语歌 两首是跟广众 对对台语歌 对对对 非凡的原因 非凡的原因 当然两个歌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望春风是因为他是第一张专辑 然后又挑战一首很经典的歌 然后又是台语歌 那大家也知道 其实台语歌在某个程度上面 它可能有点定型吧 大家都认为说台语歌就是那个样子 年轻人会比较少去听 可是我自己是很喜欢台语歌的 那我就一直希望说 有一天我会不会能够可以创作一首原创 而不是翻唱的一首台语歌 然后我觉得就像说美国的乡村音乐 其实它也是这些年来被update 然后被年轻人去唱 然后被接受 甚至于John Mayer Taylor Swift 这些都是其实算是很新的country 那望春风我觉得 因为它是第一张专辑的一首重要的歌曲 大家可能入门见面 就是跟我认识我 就是这首歌 然后在这一张第七张专辑 又有一首歌 然后这首歌又是写给老爸的 所以那个感觉其实是蛮特别的 对对对对 那首歌是哪一首歌 就是这个熊爱 熊爱唱的歌 尚爱唱的歌 对对对对 就是刚刚唱的那一首 对那这个这个歌 我觉得其实唱歌 不管在什么文化 什么年代 它是一个可以聚集人心的 现在大家可能唱歌的地方 都是在卡拉OK 那以前可能是在海边 抱了其他 更在以前可能是 对啊 就任何的年代都有了 那我觉得音乐 是有这样子的能量的 那我觉得有时候 跟你最好的一些朋友 亲人 唱一首歌 分享音乐 我觉得 那个是最简单 可是又最有力量 的一种互动 对 所以这首歌 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意味 对然后送给老爸 我爸台语讲的 应该比我还差吧 对 可是我爸也 因为我爸基本上 不会去 我爸什么音乐都喜欢 从古典爵士 你说一些传统的 一些音乐等等 我爸应该 比较没有那么喜欢 那是京剧吧 是我妈唱的东西 对 可是我觉得 我虽然我爸 也有挑战过这个京剧 对 我觉得其实 音乐就是一种语言嘛 那我觉得 可以透过这张专辑 透过音乐 去分享自己的故事 我觉得那个是 做创作歌手的一种责任吧 而并不是去写一些 就是 一些很虚拟的东西 对 我往往我听到一些 比较虚拟的东西 我觉得说 他到底在唱什么东西 那个歌是 他的故事吗 还是说 只是别人的故事 还是说 是个气化的想法 对 所以 还是一样希望 可以分享 一些生命当中的一些 感动我的一些事件 跟事情 谢谢